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新闻故事 2022年6月7日是当年中国高考的第一天 全中国的一千多万考生在家长亲友的关注下走进了考场 全国人民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生怕惊扰了考场上的孩子 就连马路上的飙车党都比往日乖巧了许多 不再风驰电车的刷存在感了 而是悄无声息地飘然而过 然而千万家长们各种小心翼翼的呵护 并没能阻止考场上出现幺蛾子 6月7日当天下午数学考试才刚刚开始 结果网上就有人爆料 各位QQ群里面有个叫做Pure张瑞瑞的女生 当天下午3点48分就把高考乙卷数学卷的四个面拍照上传进了这个群里面 火烧眉毛的寻求帮助 说谁会做高三题数学姐妹们帮个忙 这个谁会我可以出钱 当天晚些时候经考生们确认那四面考卷正是当天数学的高考的高考题 一时间是全网震怒 你想想这个张瑞瑞竟然能瞒天过海 躲过层层检查 把手机直接带进了高考的考场 而且手机还有信号 还能上网 是不是很奇怪 更夸张的是 他竟然毫无避讳地拿着手机在直接拍照 发到群里面求助 堂而皇之 这可是号称最公平最严格的高考的考场 结果在他这形同儿戏 很快有人就爆料 说当年的高考试题 其实早在开考前就被泄露了 除了张瑞瑞 广东省也有考生在开考前 在QQ空间里面泄露考题 安徽也有考生在考前晒出了全国语文乙卷的试题 考完之后还晒出截图 证明自己是压中了考题 这些事当时一时间就冲上了热搜 哎呀这下大家都不淡定了 难道高考也陷入了蟑螂定律 就是当你发现屋里有一只蟑螂的时候 其实这就意味着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至少有一百只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公平何在 一时间舆论哗然全网激愤 很快中共的教育部考试院马上表态 说已经接到了举报 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 很快官方就回应了这个事 说那个叫做张瑞瑞的女生 确实涉嫌考试作弊 经查这个张瑞瑞是甘肃的考生 他把手机违规带进了考场 至于广东和安徽的那个事 是纯属恶搞 那几个人是在考试前 先在个人社交平台这个QQ空间里面 贴上了一张无关紧要的帖子 等考试结束之后 再用考试卷里的内容 替换掉帖子里的内容 帖子虽然经过修改 但发布时间依然是在考试前的 以此来驳众人的眼球制造话题 制造流量 看到这个调查结果 大家才松了口气 同时又感叹 现在的孩子大胆 真是跌破眼镜 为了流量什么都敢干 说起来高考对中国千千万万的考生来说 确实是他们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一次比赛 因此诞生了一条惊人的 黑色的高考作弊产业链 今天我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00年 大家还记得PPG这个东西 是那个年代的一个重要的通讯工具 没错 PPG也是可以用来作弊的 也是极具这个时代特色的作弊手段 2000年广东电白线发生了一起PPG作弊案 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团伙 先把这个PPG改装成这个手表的样子 然后高价卖给考生 当时一台PPG卖500块 还有25块的改评费和200块的入台费 这就725块了 主要这些都是这个机器本身的费用 机器不过是个载体 而答案才是最终的最值钱的东西 那么答案收多少钱呢 重要科目要价3000块 普通科目要价一千几百块 这个犯罪团伙明确的告诉考生 我们提供的答案的正确率 保证在85%以上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是怎么弄到这个正确答案的呢 方法不外乎两种 一个是高价收买 一些成绩差 根本没有录取希望的考生 先进入考场 开考后不久便立刻退出考场 将抄下来的这个题目 交给守在外面的专业的这个老师 老师解题之后 再利用PPG将答案传给考场里面的作弊的这个考生 再一个办法就是这个买通现场监考的老师 他们一边监考 一边找机会解题 然后直接把答案传给外面的联络人 或者直接传给作弊的考生 插一句 BBG传送答案的时候 选择题ABCD 一般都用1234来代表 那么你想 都是专业教师 让他们来解题 那正确率还能跑吗 当年被查出的语文和数学这两颗答案的正确率 高达90% 比那个犯罪分子吹牛的85% 还多了5个百分点 后来事情败露 多名涉案人员和老师被捕 直接涉案的近40多名考生各科成绩全部取消 三年之内不得参加高考 时任电白线教育局局长的陈建明 被以玩忽职守 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三罪并罚 处以有期徒刑8年 但接下来的事才有趣呢 人家这个陈建明 压根连监狱大门都没进去 就神秘的蒸发了 原来他已患有传染性乙肝 不宜长期关押为由申请监外执行 然后这家伙在申请保外就医之后 不但没去看医生 反而精神抖擞的人家下海经商赚钱去了 直到2009年才因为其他事情被人举报 重新被抓捕审理才终于吃上了牢饭 说来很逗 那么这件事造成了一个后续的影响 就是什么呢 从那之后很多年里面 在高考那几天里面 很多城市的BB机都禁止发送 带有ABCD或者1234这样的消息 距离这个BB机作案 过去了三年之后的2003年 那年对很多考生而言是非常难忘的一年 一个是高考第一次从7月份改到的6月份 再一个就是那年的考题 堪称史上最难没有之一 尤其是数学考题 那年数学考完之后 一大半的考生是哭着从考场走出来的 据说难度堪比奥数 怎么看怎么都不会 当时满分150分的这个数学考卷 各个省的平均分只有五六十分 现在很红的那个大陆 那个网红老师张雪峰 就是那年的考生 当时他的数学只考了89分 及格线是90分 他都没过 注意啊 就89分这个成绩 当年他排名他们全年级第二 网上一度有传言称 造成2003年高考惨况的罪魁祸首 是一名19岁的高中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咦 这高考考卷上的考试题 怎么跟我之前看到的不一样呢 2003年的高考考场上 一个叫做杨博的考生 自言自语的呢难道 高考的考题怎么还能提前看到呢 当然不能了 原来这位牛人考生 干了件惊天大事 因为怕自个儿考杂了 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他居然在高考前偷偷潜入存放 高考考卷的保密地点 成功偷走了当年的高考试卷 他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 没想到还是被人发现了 情急之下 那年的高考不得不紧急启动了备用卷 杨博没想到的是 这顿操作不但害了他自己 更改写了当年全国数百万考生的命运 因为那次特别是数学那个备用卷的出题老师 叫做葛君 江湖人称数学弟 结果导致数学考卷的难度直线上升 许多平时基础还不错的学生 看到考题之后直接就懵了 这也太难了吧 堪比奥数 结果那年无数考生因为考卷太难 名落孙山了 那么杨博这个以一己之力 坑了一代人的考生 他到底干了什么呢 杨博是四川南冲南部县的一名考生 他原本是个优等生 成绩相当不错 但自从进入高三之后 他的内心就变得万分焦虑了起来 三次模拟考试都考砸了 他开始担忧起了自己的鸿鸿之志 他是个农村人 一心想要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么如何拿下高考成了他日思夜想的事情 情急之下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便冒了出来 偷考卷 当时这个科技条件还不太成熟 所以这个高考的考卷印好之后 会由专门负责押运的武装人员 统一送到各地的招生办 等到接近考试的时候 再由专业人员运到各个考点 拆封打开 发下去 那么杨博所在的城市是四川的南部县 他提前先去了南部县的招生办 去踩了几次点 等着试卷运来的那一天 2003年的6月5日的凌晨1点 杨博行动了 他趁着保安放松之际 先是掰弯了南部县招生办公室 那个窗户的钢筋 成功翻进了保密室 撬开了保险柜 用小刀在档案袋上画了一个小口 从每个档案袋中分别抽出了一份试卷 然后跳窗逃走 拿到了试卷的杨博 欣喜若狂 成功了 此刻距离高考只剩下两天了 所以6月7号 信心十足的杨博一看到考卷就傻了 这怎么跟我之前看的那个不一样 怎么回事呢 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两天前的6月5号 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副局长杨森富 本是这次寻考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这天他照例带着工作人员 检查高考试卷是否安全 中午1点半左右 当保密室的门被打开的那一刹那 所有人都惊呆了 存放高考试卷的保险柜被撬开了 各科的卷子分别少了一份 很显然有人进来过 还拿走了试卷 杨森富立刻封锁现场 并且立刻向上级汇报了案情 案情被层层上报之后就这样 因为四川南部县的考卷失窃 导致那年全国在一夜之间 全部换上了难度升级的高考的备用卷 而南部县这次警方也没有任何声张 开始悄悄的调查案件 起初警方怀疑有人为了赚钱 偷走试卷让高价出售 但通过调查发现试卷被偷走之后 网上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 或者试题被人发布出来 整个南部县城的打印复印 各种场所也没有发现试卷或者试题 也没有发现传真各种 也没有相关的传单 那么说明偷试卷的人 不是想把他卖钱牟利的 随着警方的调查范围的扩大和深入 犯罪嫌疑人也越来越清晰了 犯罪分子显然没什么经验 在现场留下大量的指纹和邪印 由此警方确定作案人的年龄 是18岁到24岁 身高在1米7到1米76之间 体态偏瘦 因为被拉开的钢筋其实很窄 胖子钻不进来 还有一个细节相当有意思 在被撬开的保险柜里面 放着一叠高考的答题卡 这叠答题卡犯罪嫌疑人动过 却又放了回去 为什么不拿走答题卡呢 如果他是今年的考生 提前填好答题卡 拿到考场偷梁换柱 今年的高考状元非他莫属 但也存在风险 因为答题卡那么大一张 如果被考官发现答题卡丢了 那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他思考之后 又把答题卡放了回去 如此懂得权衡利弊 又熟悉高考情况的 和招生办布局的这个人 极大概率是今年参加考试的学生 6月12号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 这天是所有考生返校填志愿的日子 而这一年 四川南部县填志愿的流程 跟往年很不一样 所有学生在填志愿的同时 还要填写身高体重生活习惯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等等 而且还需要记录指纹 还要指纹打磨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当杨博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几乎一瞬间就明白了 自己偷考卷的事被人知道了 而且在现场留下了自己的指纹 所以警方他要采集指纹 一旦我的指纹被采集到 那就全完了 我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录指纹的现场轮到杨博时 他故意把自己的指头的指纹给划破了 在涂上厚厚的胶水 他以为这么做就不会被发现了 殊不知录录指纹的那个仪器 现在这个科技含量挺高的 不是他这个耍小聪明就能够糊弄过去呢 几天之后 警方将所有南部县考生的指纹 和保密室留下的那个指纹 全部做了对比之后 最终确定果然就是杨博 6月20日凌晨两点多钟 杨博被逮捕了 一开始杨博他还势口否认 凭什么抓我呀 凭什么确定就是我的指纹呢 警察就说我告诉你一个常识 人的指纹是终身不变的 就像这个世界上 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 世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枚指纹 现在知道为什么抓你了吧 听到这杨博低下了脑袋 最终在2003年8月 杨博被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 在看守所的时候 杨博得知了他自己的高考成绩515分 而那年文科一本高校的录取分数线 是479分 他远远超过了这个分数线 就说他原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 光明正大的考进一所一本大 那个大学的是吧 在知道了自己的高考分数之后 杨博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关键是他不但毁了他自个儿 那年因为他有太多考生 哭着走出了考场 因为备用卷刚说的难度太高了 特别是个数学考卷是吧 难度直线上升 堪比奥数 导致很多考生完全发挥失常 高考成绩受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考生的命运多多少少 都受到了高考试卷被偷这件事的影响 2009年在狱中表现良好的杨博 获得了减刑的机会提前出狱 出狱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外面的天好蓝 这声感叹令人百感焦急 偷试卷已经够离谱了吧 结果2013年湖北中详三中 又发生了更离谱的一件事 好 在继续咱们的故事之前 提醒您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经常来听我讲讲故事 2013年的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 湖北省金门市的中详县高考考场上 有一批考生不是在认真的答题 而是时不时的从口袋里面 偷偷拿出一个接收器 焦虑的等在着上面出现考题答案 然而中详这个地方 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 好几起高考舞弊事件 于是当局就把全省房 作弊的重点就放到这了 调派了大批从外地调来大量的监考老师 还在考场附近增设了信号屏蔽设备 结果导致大部分花了大钱 试图作弊的考生 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你说你作弊没成功 你就自认倒霉呗 结果奇葩的一幕就上演了 6月8号下午高考刚刚结束 中详三中校内考点办公室 突然冲进来一大批 数百名的学生和家长 他们愤怒的指责 从外地调来的这些监考老师 大声的谩骂他们 有的家长还拿着文具袋 拿着各种棍子打这些老师 这批监考老师赶紧抱着试卷 躲进了学校的一间阶梯教室 很快阶梯教室的玻璃被石块打破了 愤怒的家长们砸开大门 眼看就要发生流血事件了 吓到老师赶紧打电话报警 随后警方赶到学校 并封锁了学校附近的道路 双方一直僵持到了当晚8点多钟 被围困的监考老师们才在警察的 护送下安全撤离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这些愤怒的家长 是来报复这些监考老师 太不通情理了 看得这么严 竟然没让我们的孩子作弊成功 这是大陆第一次出现 监考老师被家长围攻的事件 很快大陆媒体便争相 报道了奇葩狗血的事件 一时间是舆论大话 大陆媒体在后来的一则深度的报道中 有这样一句话说 异地监考老师们的不通情理 导致一些家长前妻 在子女高考作弊上的巨大的投入 打了水漂 这是家长们愤怒的直接原因 奇葩不奇葩 这些家长们说什么 说我们要的是公平 不让作弊就没法公平了 这是记者在中祥调查时候 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解释 我的天哪 是不是很奇葩 匪夷所思是 这样理直气壮的作弊 是不是前所未闻的 中祥县是湖北著名的高考强县 就是历次高考 这里的考生成绩都很不错 考上大学的比例很高 但是现在这件事才让大家明白 原来这个高考强县 是靠作弊才得来的 在中祥当地 已经形成了一条严密的高考舞弊利益链 很多学校的老师 甚至校长 都是作弊公司的代理人 宽松的监考 让这些作弊公司给他们提供了商机 监考那么严肯定就没办法作弊 而大把的银子也因此养肥了中祥的老师和校长 大陆媒体在报道中采访了一名知情者 他说他在上大学的时候 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就是中祥一中的校长的儿子 他原本的成绩在班级排到20多名之外 但在监考老师的帮助之下 竟然成绩突飞猛进 最终考进了武汉大学 这名知情者的成绩很好 他还透露说在高考前 就有家长曾经联系他说 想出价1万块 让他帮着写答案做枪手 被他拒绝了 最终在中共官场官官相护的原则之下 这样一个天大的丑闻 竟然就没有得到彻底的整治 最终个别带头闹事的考生的家长 仅仅受到行政拘留5天 并向受害的监考老师鞠躬道歉 这样轻微的处罚 其他的涉案家长 考生以及老师 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 至于真正的严重的作弊这件事 不了了之了 那些作弊公司 在一番改头换面之后 继续赚着他们的黑心钱 当地政府追求政绩 家长追求成绩 于是高升学率就成了双方的共识 而通过作弊就可以完美维系 这个利益链 可悲可耻 刚才说了不少高考作弊背后的黑末 那么下面来聊一聊 考试作弊的科技含量 我最早刚提到BB机 已经是上个世纪的科技了 随着监考力度不断加大 作弊工具也在与时俱进 像什么电子橡皮擦 什么米粒耳机 什么带有摄像头的眼镜等等 都是高科技 刚才讲的米粒耳机 据说大小只有一厘米那么大 放在耳朵里面 非常的隐蔽 不过非常搞笑的是 因为这种耳机实在太小了 导致作弊考生放进去之后 走出考场之后 自个拿不出来 出不来了 不得不去医院 像医生想办法才能取得出来 还有一种作弊工具 刚才说眼镜 安装在眼镜中的摄像头 向考场外传输考试内容 多高科技 而至于耳道内的微型耳机 负责接收答案 这都是电影里面那些 间谍用的黑格紧 说到底 不论作弊的工具有多先进 原则上还是要靠 靠谱的人来答题 所以有些考生 就直接找枪手替考 于是就产生了 隐秘的枪手市场 这些枪手 也是分等级的 出乎意料的是 在所有枪手中 研究生枪手的水平 是最烂的 出价也是最低的 可能是高考对他们来说 已经太久远了 很多题都忘掉了 所以相比研究生 高二的正在读的在校生 是最靠谱的枪手 因为高三基本上不学什么东西 我们全是在复习准备高考 所以高二的考生是最靠谱的 2008年轰动一时的 甘肃天水替考案中 16名替考者 大部分都是来自 山东的高二的学生 山东有中国内卷之王的称号 尤其是那些高二考生 他们到了其他地区 简直是对其他地区考生 是降为大级 还有枪手的选拔过程 非常苛刻 他们要通过模拟考试 水平过关的学生 才能够最终上岗当枪手 他们的报酬 也是相当丰厚的 根据大陆媒体 曾经披露的信息 能考上二本 给这个枪手两万 考上普通的一本 给三万 考入重点一本五万 要是能考上全国的名校 什么清华北大复旦 更高 钱的酬劳更高 那么有人可能会好奇了 近些年高考报名时 考生就已经录入了 自己的指纹 个人信息等等 高考当天 考生必须验过指纹 才能够入场 那么这些枪手 是怎么混进去的 一般而言 这些高考的枪手 都会选择在偏僻 现成的考点 待考 而组织者可以买通 上下的关系 打通监考的各个环节 枪手只要带上 一个提前准备好的 指纹膜 就能通过检验了 即使被发现了 只要买通主监考官 就不会出问题 那么故事说到这 下面我要跟广大学子们 说几句我的心里话 如果你今年要上高一了 那么我会劝你好好学习 高考很重要 如果你马上明年就要高考了 而且你成绩一直不错 那么恭喜你 人生会容易一些 如果你是个学渣 那么我想说 考不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大陆的大学学历 还值钱吗 而且人生有很多的方向 不可否认高考是一场比赛 我刚才说了 高考是一场比赛 任何的比赛 就会被设计出来的时候 天然就会偏向一部分人 或者说有一部分人 天然就是适合比赛的 而大部分 另外一大部分人 天然就是不适合的 怎么玩都玩不明白 那么这里我想提醒大家 别忘了龟兔赛跑的故事 想想乌龟 为什么非要参加这场比赛呢 它在陆地上 是不可能跑赢兔子的 对吧 它应该去比潜水 或者是比谁活得更久 在那些领域 兔子肯定干不过乌龟 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 说在考试体系里面 有超过70%的人 是不擅长的 如果你特别擅长考试 你才是另类 你才是那少部分人 高考严格来说 它是个排位赛 结局基本是注定的 注定了绝大部分人 是输家 不是安慰你 我是要告诉你们 考不上也没事 天塌不下来 反正绝大部分人 都是考不上的 我想说的是 路还很长 你的人生的翻盘的机会 还有很多 既然高考不太适合你的比赛 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是 就是去找一找 自己擅长的比赛 并且努力在那儿胜出 千万不要怀疑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 甚至远超别人的赛道 一旦被你找到了 你肯定会赢 此外我还有个建议 就是尝试发展几个 你特别喜欢的 能长时间经营的 你的爱好 一方面有爱好的人生会更加精彩 另一方面 这些爱好说不定 会在将来什么时候 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 大家记得有部电影叫做 《当幸福来敲门时》 威尔史密斯主演的是吧 电影里有个情节 就是威尔史密斯 他饰演的主人公 很擅长玩魔方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和一个大老板同坐一辆车 那个大老板不太会玩魔方 怎么玩都对不上 威尔史密斯拿过来 三下五穿 对好了 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正是这个大老板 给了威尔史密斯一个关键的机会 从此闲鱼翻身 走上了人生赢家的通途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电影是根据真事改编的 很多混得好的人 最后都走进了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去了 最后一点 要相信运气 古人早就说过 富在数数不在劳身 力在居士不在力耕 这个数数意思就是手段和运气 缺一不可 相信运气的人 更不容易陷入狭隘的 线性思维的困局 在感觉自己在学习这块 这件事上走投无路的时候 可以尝试走出去 去闯一闯 去远方 去一线城市 甚至去海外 只有不断地去面对更大的世界 才有可能刷出你的新技能 那么最后最后还要强调一下 我绝对没有否定高考的意思 我只是在说 这种激烈的排位赛里面 注定绝大部分人是没办法成功的 这是没办法的事 规则就这样了 三天的考试就决定上千万人的命运 所以成功注定是个小概率的事 但是咱们的社会是多元的 你能提供独特角度的独特服务和独特价值 你就一样能够得到超额的回报 不一定需要那张文凭吗 而且现在网络世界 你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很多 几乎你想学到的任何的东西 对吧 只要你愿意 而且网络也给普通人很多展示自我才华的机会 其实我自己这几十年回头看看 在我的经历中 学历在我的经历中是无足轻重的 最关键的就是你的热忍 你的信心 你的勇气 执行力 想象力 以及亲和力 等等这些通过后天的自身的努力 才会具备的这些素质 这些对你的未来才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如何 人生路还长 世界很大 换个角度 你的人生会变得海阔天空 好 关于今天这个话题 我很想听一听您的看法 希望在留言区看见您的留言 也再次提醒您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经常来听我讲讲故事 好的 请不吝点赞 下次见